当他走出机场,他很快打车前往新的住所。 坐在出租车上,他感受到了中国的独特魅力,周围的高楼大厦,繁忙的街道,五彩斑斓的霓虹灯让他陶醉其中。 突然间,出租车司机友好的问,你好,你要去哪里? Lukas有些紧张,但他鼓足勇气用简单的中文回答,我要去市中心的学校。 出租车司机微笑着点点头,然后开始启动车辆。 在路上,他们陷入了一段短暂的沉默。 Lukas试图找话题,他想练习自己的中文。 他犹豫了一下,然后问,这个城市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吗? 他的发音并不太准确,但出租车司机听懂了他的意思。 司机微笑着回答,当然有。 这个城市有很多著名的景点,比如故宫、天安门广场、长城等等。 你可以去那些地方参观。 Lukas点点头,尝试着用中文表达自己的兴奋,听起来很有趣。 我想去故宫。 司机笑着说,故宫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,你一定会喜欢的。 他们的对话虽然简单,但在这个过程中,Lukas感受到了学习中文的乐趣。 他虽然只是用一些基本的词汇进行交流,但他的努力被出租车司机看在眼里。 在抵达目的地之前,Lukas试图用中文文出租车司机的名字。 你叫什么名字? 司机笑着回答,我叫王师傅。 Lukas点点头,试着用中文表示感谢。 谢谢,王师傅。 王师傅微笑着回答,不客气,欢迎来到中国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,随时问我。 这句话让Lukas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和友好。 就这样,在出租车的短暂交流中,Lukas踏上了学习中文的旅程,他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憧憬。